我们的大麻初体验 教你怎么挑 怎么选 泰国人是不是疯了 把水上市场搬进百货公司 什么 既然有冷气板的恰都恰 逛起来太舒服了啦 机车也疯狂 坐起来差点刹起来 米其林毕比登推荐的红大哥水门鸡饭 让我有点 这家房让我很惊喜 节目开始之前 请先订阅我们哦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就是 来到一间叫做 Chapaka的大麻店 对 然后这是 我们人生中的出品员 那大麻目前是在派国是合法的 对 所以一定要在合法的国家使用 大麻合法化了嘛 所以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就是让我们这些 就不知道为什么大麻 有什么医疗效用的人 来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不要一直活在旧时代 那来到这家大麻店 哇 看起来非常干净 它是有机的耶 所以它比较贵 它每克是从369期这样 OK 这一般的话大概是200吧 反正它比较贵 泰国在2022年6月开放大麻合法化 一进门就可以闻到大麻草的香味 大麻的软糖 它的中 而且大麻还有一个就是 素食大麻 可是大麻还有分素的味道 因为它是巧克力糖 店员很专业的用英文 和我们介绍大麻的产品 它问我们想要的用途是什么 并且让我们试闻味道 然后推荐适合的大麻给我们 不得不说大麻的种类真的非常的多 那每一项都是有不同的功用 第一次闻到大麻的味道 说真的 我觉得很香耶 就是药草的那种清香 很好闻 很像药草香氛 当老板是说 看你是想要情绪放松 还是想要睡觉 我就问他说 到底大麻要怎么买 怎么选 他就说 你其实就是看你的需求 譬如你有失眠 口痛 还是你想要开心放松 还是你想要注意力集中 你要念书 也可以注意力集中 对 他说会比较有创意 就例如有些人要创作的时候 他们需要有创意 哦 了解 对 然后不是因为越贵越好 越便宜越蓝 他就说 只是因为他们的产力 产量 就像葡萄酒有 一万块到十万块 就是看你的技术 所以不是越贵越好 就会看你喜欢什么的位置 那他说 所以我到底怎么调 然后他说 就看你喜欢什么味道 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来挑选 然后他们家都是有机的 他们会在 政府的规范下升职 我和哲晨在外面讨论了一下 我们和店员说 希望可以开心和放松的感觉 所以他就推荐这一款大麻给我们 这款大麻一公克 总共是332元泰铢 抽完大麻之后 我自己觉得心情上平静许多 哦 很放松 然后让我整个晚上都非常的好睡 开心的感觉也会被放大 走起路来身体变得很轻松耶 接着我们搭成boat 来到昭巴耶河岸旁的 Icon CM 这天下午曼谷的体感温度 达到42度 整个快冷净蒸发了 哇 好热哦 对 我们在泰国的夜市 但是是在室内 就是这家百货公司把那个泰国最著名的水上市场 然后搬进百货公司 对 在这一栋叫仙罗天地的百货公司 好厉害 你就这样想嘛 他就是把花园夜市搬进星光山 对对对就是这个家 你好会心疯 是他是真的把整座搬进去 对然后太阳位大概我觉得应该有超过200分 很像夜市博览会 他的价格会比外面的小吃来说 会贵比较快 三十块 而且其实不难吃耶 重点是因为在这边又冷气可以吹 所以就是吃饭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 对 而且他真的是原汁原味 把夜市市集的那种生活感 原汁原味重建 我们刚刚一进来的时候就整个背这个场景 然后整个震慌 太扯 而且包括他连水上市场的造景 他都造得非常的肯定 对 甚至还有寺廟 太比较深 水上的船都搬清 对 我觉得很棒 我们现在来到了室内板墙 对 然后它这边超特别 就是他们除了就是像外面一样 有衣服啊啊什么的 他们还有很多伟物用品 还有过外品 就是跟外面差不多 但就是搬到室內 然後有冷氣 然後逛起來就比較舒適 大概很多人都選擇先直接進來 這邊還有美食街 就很像百貨公司 對 它食物都還蠻好吃的 對 而且很貴 如果是來恰都下 我就先躲來這陛下開眼 就是吃完東西舒舒服服的 大概四五點的時候 比較沒那麼熱就能出去逛外 這裡好漂亮喔 大家看到這些花 其實全部都是假的 恰都下室內的樓上三樓 叫Flower Gathering 整個層樓都是他們的都市 我們剛走上來以為到彰化田園 室內的田圍上場 而且都好誇張喔 對啊 我們剛都以為這是鎮 但其實換個牌 全部都是假的 對啊 從白天到晚上的半古 總是車水馬龍都在塞車 記得POIN和我們手果 泰國人的個性就是喜歡慢慢來 但因為太塞了 所以我們用Boat叫了機車Taxi 沒想到真的很刺激耶 OMG機車出體驗 在飛車檔啊 而且我們竟然三天 好酷 好酷 我現在整個屁股就寫得過 好酷 OMG 好好玩喔 要特別留意的是 機車Taxi通常不會給你安全帽 所以在安全上真的會有疑慮 如果要三天要在上車之前 先和司機確認他們同不同一載兩個人 價錢是收一個人還是兩個人的錢 都一定要先問清楚喔 結果到了目的地 司機反鬼叫我們給他兩個人的錢 但我們說你剛說只收一個人耶 後來司機就一直碎鈴我們 但是因為我們是用Boat叫車 所以他無法多收錢 用Boat叫車確實會比較有保障 米其林必比登推薦 特別點了一個雙拼 就是他有炸的也有一般的那種海南劑 那我們來吃吃看他厲害在哪裡 為什麼可以三年得到米其林的推薦 然後是那種比較鬆軟的 就粒粒噴 就是他們店的骨盆大條醬 他們自己吃得多 其實非常嫩 換7000吃看看這家米其林推薦必比登 好硬喔 好柴喔 又硬又柴 這飯有沒有去油膠 他只有這個雞是嫩的 其他都不OK 但在泰國的海南基本就是嫩的 對 沒錯 沒有吃過奶吃 真的 所以這個飯不好 不合格 我嚴重懷疑米其林那個人 是不是沒有出去外面吃一下 我只能說每個人口味不同 但我們就是客觀的 講自己的想法 市場的網心雞肉飯 對 那它是綠色這一家 它不是紅色也不是紅色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它就在水門市場的旁邊 那一份牛肉飯只要50塊 只要50塊就可以吃到這樣 對 份量其實算了 雞肉也好 對 因為前一天很宏大的水門雞肉 然後我們都覺得很好 它附的醬子就是紅蒜和辣椒和醬 對 它是有檸檬味的雞嗎 對 它有一個辛香料的味道 好像是香吧 很清淡的雞 我上次吃水門雞大哥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飯很沒味道 那我吃看黃杏東的味道 那一份牛肉很香 有一點紅燈 對 那我吃看黃杏東的味道 我覺得那個米奇盒 真的沒有來外面走一走 其實外面的小吃 餓骨場的 尤其在家在水門市場 管西雞肉飯 我看它是養得多 回憲一下吃 吃力挺淡的 來 曼谷最終回 帶你去世界文化遺產的 泰國舊谷都大城一日遊 曼谷現在最夯的喬德夜市 水果西雞本人真的很正耶 還有傳說中的火山排骨 曼谷最終回 你絕對不能錯過喔 Becoming soon